看自己战神学吃鸡鸡好 大家玩九哥 这把的话我们来到皮卡多的红楼 我们落伞之后拳击万人太多 只能来到红楼了 而且红楼居然都还有人跟我们抢资源 不过他在这个阳台已经被我锁定 一个顺暴雷过去 哎一脸懵逼就倒地了 来换个位置 继续打 脚下是还有人的 我们这里已经发现他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跳到阳台上面 然后去打他 他这个样的话是能够打到这个脚底下的人的 现在击倒之后的话 肯定是想去补一下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是摸过去 看他好像是被救起来了 已经这个人刚被救起来了 又是倒地了 我们这边看到他队友也是冲了过来 这两枪的话 刚好在他左右两边一边一发 这两枪的话着实是一个威慑枪 没有伤害 但是的话肯定是吓了对手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队友 还有一个应该是卡的这个墙角了 我们先换好这个双管喷的子弹 准备冲过去 也就发现他了 这边喷两枪 第一枪是没有喷中 我可以理解 但是第二枪 我好像看到是喷到头了 为什么没有死 不过还好我们的迷你及时的补上输出 把他给带走 来到拳击馆 看有没有还没有清完的一些残兵败将 这里发现了一个毒狼 直接击杀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身边还有对手 在下面跑 我们这里继续去打 想跳 跳你也跳不走了 已经没有任何掩体的 再次把它补掉 这拳击馆里面 盒子还是非常多的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落地没有落拳击馆了吧 我们准备想去红楼 但是看到这个红楼旁边的一个方向 有人跑过来想去拳击馆 我们这里已经去过了兄弟 你不用再去了 把他给击倒 然后发现这个红楼里面好像还有人 他是跳下来了 应该是他队友 我们这里看一下 他想去服 又是只死掉了一个残余的双人小队 不过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双人小队了 已经牺牲了两个队友 但是看到空头 还是要去舔一下的 成功的收获了三级套 然后这里有人在打我们 赶紧让队友上车直接丢 不过好像对方的火力有点凶猛 车子直接冒烟掉了 那只能把车往这里一横 形成一个掩体 还没想着怎么跟原点人的去打呢 这近点怎么又跑过来一个跑车 他是下来之后直接把他给放倒 应该也是一个想来拿空头的 但是可能来的不是时候啊 因为这边已经打得非常胶着了 自己队友是被击倒了 我们这边先把自己原地封上烟 防止被修脚 我这个队友怎么在那么远啊 我这个故意横了一辆掩体的 吃了他为什么要往山上跑 那这就没办法了呀 又变成了我的一个单身四排了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个原点 好像是发现了一个对手 他应该是在舔包的 非常舒服很香 但是也香也就香一瞬间 直接是把他给击倒 赶紧补掉啊 因为他旁边可能有一些小反鞋破的话 直接爬过去 我是就没办法了 这里再次去补一下 把它给堵死之后 再来看身边近点 应该是他刚才队友慢慢的摸了过来 这里还好我们是听到脚步 直死掉了 在这里趴着的同时啊 圈边是跑过来了一个人 那他刚跑进来 我们就直接是把他给带走 然后再来看原点 是有一个人的 而且这一枪过来 相信不用我说啊 大家应该能猜到是AWM 我这个三星头在他面前 肯定是不堪一击的 不要选择跟他对枪 看一下下山圈区是怎么缩的 缩到了前面的一个圈边 那就是说刷到他那里了 他是个天命 但是他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掩体的 虽然你是天命圈 但是我这边天险的地形好 还没进圈之前就成功的击杀掉 在这个圈当伏地魔 还是没那么好使啊 OK 每天更新精彩好玩的视频 选动画关注一下 拜拜